我叫李卓环,我是Vchaty的作者 今天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自己平时做贴旗投资 业余时间写代码 我喜欢玩极限运动 今天我们这顿饭是因为我们Vchaty的 No.4的issue 我们的图片上程的作者Lokong 下面我们请Lokong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我是专业写bug的 比如我修好了那些事后的问题 但是产生了很多bug 平常爱好的就是折承各种应变 比如说定位啊,打印机子那样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这是我们Vchaty机器人 能够上传图片视频和文件 全都仰仗我们的Lokong 经过了一个多礼拜的努力 终于在添加bug之余 让我们的Vchaty机器人能够发文件了 刚好这边就说了 这 bug 发展图长 我是工作六年了 然后在工作六年里面 也做过云计算 是一个专业写bug的 然后工作六年之后的 这两年也在探索 做一些好玩的东西 工作对我来说也不仅仅 就是一个工作 有可能还能赚他钱 所以呢 那也没一直在看 看一些比如说前年的东西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认识了今天在座的各位 后面的话呢 也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探索 把这个梦想给实现 这个海梁 我认识的人里面 对机器学习现在最具有专业精神 而且在这个语料的机器学习训练 以及实战的 站的在某人的对话里面 都有大量的经验的人 做非常敬畏的一个派遣 大家好 我叫李嘉瑞 然后现在是在做chatbug的创业 然后是Vchaty的contributor 然后Vchaty的社区业 社区业是我来做的 然后现在的专业是现在吧 业余的时间跳舞健身 我叫刘联想 刘联想 可以简单好记点的话 就是联想电脑的联想 但其实不是那么写的 我是那个我们在做的项目呢 是叫DOTA Engine 就是做40英识年通信的 然后也是因为要做实时通信 需要和微信打通 所以参加了这个Vchaty 什么就是bug追踪小组 是吧 我们叫bug追踪小组 还有我个人呢 一直是在做技术出身 然后会做各种各样的技术 那就也欢迎和大家认识 现在我可以 我今天 我本来想说我是打电影 你刚才抢我 之前在绝金 然后做运营 是一个互联网社区嘛 所以跟开发者打交道比较多 也是在那个社区的时候 认识的海良 现在呢 是在今天做损绑的那个公司 做市场 好了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赵磊 现在本科在读 然后明年已经决定出国读研 然后别的 就是我比较擅长Person 还有他那些Flask 还有Ternado那些框架 对Note GS还不是很熟 但是也在开始学习和编写的过程中 开始让他保重一下吧 并有些他的成年的地方 你比较少 这是大连民族大学的一个网络大神 他们学校的网管 他们学校所有的网络都是拉管的 然后他们学校的 我们学校的微信平台 都运行在微信号代码上 就是 写给微信后端开发的专业写吧